蔡元培 蔡元培出生于近世,历练明星学,倾心于教育,通过教育贡献国家民族,是民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,竹然于时代。 也可以说,蔡元培是民国最有名的校长,她一生曾经多次辞职,有名文记载的,她一生辞职达24次。 1919年6月,这个被大校长发布,不愿意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,又一次宣布辞职,并且非常不客气对任命她的北洋政府说,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。 思想自由,是世界大学的通力。 北京大学,向来收救思想的居住,是很不自由的。 我进去了,想稍稍开点风气,请了几个有点新思想的人,提倡点新的学历,发布点新的印刷品,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,用我的理想来批评,还算是办新的现在教育部来干涉了,国务院来干涉了,甚至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。 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?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吗? 蔡元培完全是就是教育出来的学人,做过举人,登过建设,召过汉林。 在这个清朝的汉林,最后成为革清朝命的革命家,自随唐新科举以来,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里,召过汉林的何止千或万,但和自己王朝命的汉林,唯独蔡元培一人而已。 她是新时代的旧学者,更是旧时代的革命家。 蔡元培从绍兴山音线走出来,拒见是,做汉林,清政府的懦弱与腐败,让她无意再掉在清朝这科技江枯。 死的树下,她辞官不干,自己办教育,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,组织爱国学社,开办女学,希望教育新国。 但她办的爱国学社,引起清政府注定,受到监视。 1903年前后,她看到俄国人对东三省有纪律之一,创办了俄市警文报,提醒国人防范俄国的侵略。 不久,她参加养赌兴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,还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创立了光复会,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。 从此,她由亲王朝的汉林,彻底转变成了一个革命党。 关于这段历史,蔡元培曾经在《我在教育节的经验》一文中回忆说, 自36岁以后,我已决议参加革命工作,觉得革命只有两图,一是暴动,一是爱沙,在爱国学社会中竭力组成军事训练,算是欲为下暴力的种子。 然而,蔡元培毕竟是就学生后,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,有革命之心,也有冷静的理智,所以,后来,她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育家。 在蔡元培的教育经历中,任过唐少益内阁的教育部长,任过北洋政府的北大校长,他任北大校长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, 大学生当一研究学术为偏执,不当以大学为生官发财之阶梯。 这句话至今给人警醒,令人震猛发聩。 北大的前身是金氏大学堂,当时,生人很杂,有学生,也有大人,有老爷,还有不少顽固子弟,学习者有知, 嫖娼度前者也有知,为周正学风,蔡元培发紧进德会,要求会员可守不嫖,不赌,不那些的基本线条, 又设立评议会,实行教授致效。 蔡元培一辈子都在从事教育,一辈子都在为国家培养人才,一辈子都在为国家强大做坚实的基础工作, 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向,有些至今还给人其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子都在都法发 tienen un已经能量的花开的重啓点它们在里面的确民状态上去了。 Mystery精神的职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